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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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精力非常大 你不停来修 不停来修 好的精力非常大 如果你 我刚才说 最主要的还是 这个方向飞 你都对不动跑道 摸不下来 我小的文章国家 第一 靠我的飞行经验 靠我的枪梯 飞的时间最长 这个事 还靠这个勇气 我因为强势说 手机出飞 不能把我摔了 无论如何 我要把飞机飞回来 经过不断的调整 黄炳新驾驶这战机 最终平安着陆 同时 他也创造了 世界航空史上的 一个奇迹 下来的时候 那也是 八月份 我就穿这样的工作服 全身湿痛了 不是我紧张 十八分之内 就累了 就死了 每一次看似平常的飞行 都有可能发生 意想不到的险情 试飞员随时会面临 生与死的考验 在第三代战机的研制过程中 美国 俄罗斯 法国等国战机 都曾出现过坠机事故 然而 在我国研制第三代战机的时候 中国试飞员 以零事故率 完成了坚实的各种试飞 再一次创造了奇迹 但在试飞中 几乎每一位试飞员 都经历过生死攸关的考验 一架新型飞机 在组装完成之后 都会进行一系列的飞行试验 来测试飞机的各项性能和隐患 所以试飞流程 一般都是由简单到困难 这些试飞项目一般包括 跑道上排前轮滑行 飞机的起降等等 还有就是 试速违旋 空中停车 空中结冰 这些高难度科目 一架新型飞机 只有不断地经过试飞员们 一次次驾机升空 去做这些科目 才能很好地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试速违旋 是所有现代战斗机 在试飞时 必须要做的科目之一 我们俩开始违旋 明白 在新型飞机定型前 必须得先确定 飞机整体结构的强度 以及飞机从违旋状态 改出之后的安全程度 由于现代飞机 尤其是各种作战飞机 在发展的过程中 速度越来越快 功能越来越强 操作也越来越复杂 设计者们 一方面要不断解决 遇到的各种技术障碍 另一方面 也在不断面对 类似违旋这样的 关键性技术考验 而这一切能否解决 最终的途径 只能是进行飞行试验 因为当那个飞机进入温泉之后 它是一个非常剧烈的状态 因为当做明记的斯文巴们很稳当 天在上 地在下 左右很清楚 它那时候不是人为控制的 如果人为控制我拉着筋动 我让它滚 我人为控制的 我也知道飞机现在什么状态 那个时候不是你控制的 它飞机自己就翻跟踪 自己又转又摆 飞机身空必须要依靠 机身与气流所形成的合适的夹角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迎角 如果迎角过大 那么这时候的气流跟飞机 就会出现一种所谓的气动分离现象 飞机会突然之间失去生力 形成飞机失速 飞机一旦失速 飞行员对飞机的常规操纵 就会失去了正常的效果 导致飞机一边下降 一边旋转完全失控了 这就是令许多飞行员们 闻之色变的失速违旋 既然失速违旋那么危险 为什么试飞员们 还要去试验这个科目呢 为什么飞这个呢 就是我们飞机在作战当中 特别在空中格斗的时候 飞机的打动的量 也和飞机对方 敌方飞机进行缠斗 可能在不经意间 就拉进去 飞机公交就打掉 超过我规定的最大公交了 就进入这种状态了 一旦发生之后 试飞员们又应该做些什么呢 那如果进去之后怎么办 在试飞当中 必须要找出 一个 我防止进入这种状态的办法 防止 第二个 就进入这种状态之后 我怎么样把它 从这种室的尾箱当中 把飞机改出来 恢复出来 必要找到这种办法 因为它是一种 非正常状态 进去了之后呢 飞机的反应是很剧烈的 很不好的 这它不是一种 在飞行当中 正常欲的一个状态 与失速伪玄相类似 空中停车 也是试飞员们 在试飞新型飞机时 必飞的科目 空中停车 是指飞机起飞之后 在空中运行时 由于机械 电子系统等发生故障 而导致发动机停止工作 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突发状况 空中停车 这个也是 所有的新机试飞当中 必须要做的一个项目 它的根本目的呢 就是测试我这型飞机 空中如果 因为其他原因 做出了发动机 意外空中停车呢 检验我能不能把它 再启动起来 在检验是否能够 重启发动机的同时 试飞员还得进行一些 奇葩的测试 这样一来 试飞员们就得一次次的 在空中故意制造 空中停车的状态 就是我在多大的速度 三分之能够启动呢 成功 比如说 我速度 速度最小 晓得多少 在这晓得以后 它就启动不成功了 就不能启动了 做到大的一定的成功 一定的成功以后 它启动的这个成功呢 也就降低了 把范围也要长出来 对于现代飞机而言 如果多个发动机中 只要至少有一个发动机 还在正常工作 空中停车 并不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一般现代飞机的动力设计 都是遵循最低安全保障的原则 也就是 只要有一个发动机还在工作 就能让飞机安全降落 甚至安全执行飞行任务 首先我要找到一种方法 就是这个方法 就是保证我这个飞机 如果在空中 真的我把发动机关停了以后 我又启动不起来 在尸体动力的时候 我保证我这个飞机 还能够 这个 破降 下滑破降到 我的跑道里边来 这个时候就一个通道 就是我的飞机 起飞到一定的高度 让我发动机一停车 然后就靠自身的重力 也能物理当中 是能到动弹的转换 让飞机还能速度 一直往回滑 滑翔 滑翔滑的滑到 跑到里边来 这是非常难的一个 一个技术 尽管如此 由于现代飞机 都是为高速飞行设计的 机翼大都设计的比较小 这也就导致飞机在低速时 生力非常低 所以一旦发生空中停车 就会导致飞机迅速失控和坠毁 很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 所以试飞员们 在试验空中停车时 也是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 一旦空中停车后 发动机启动不起来 就会面临生与死的考验 他们是蓝天上的探险家 驾驶新型战鹰 翱翔蓝天 面对新战机新技术 他们如何评测 它的飞行品质 失速违旋 空中停车 高空中平平上演 惊险与传奇 军事科技 带您走进南天上的探险家 正在播出 正是因为具备了勇敢无畏的 现身精神和科学严谨的态度 是非团队才能顺利地完成 一项项的是非任务 可以说 只要是可能对飞行安全构成 威胁的不确定因素 都要试飞员通过是非来发现 并与设计人员一起找到解决的办法来排除隐患 空中结冰是飞机飞行中的大计 全世界每年都有飞机 因为空中结冰而坠毁 所以在飞机的定型试飞中 就专门有这一科目 它的目的就在于找出飞机结冰时 如何保持安全的飞行方法 我记得是98年3月28号 那一天天气条件非常复杂 我们飞机是在乌鲁木齐 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就等这种天气 结冰天气 那天是个结冰天气 我和我们单位另外一个老同志 一块把这个飞机 这个飞上去 转到云里面去 让飞机结冰 它必须要结构三英寸 飞防腐表面结构三英寸 三英寸70多毫米吧 有防腐的那个表面 结构一英寸 涡轮螺旋桨飞机 一般在2000至4000米的高度飞行 也就是在云层中飞行 在摄氏5度到零下25度的气温下 上升气流 如果携带水蒸气 经过冷空气降温 形成过冷水滴 就会附着在飞机上 导致飞机的一些部位 出现结冰现象 使得飞机的气动外形被改变 因为飞机对兵最敏感的 就是记忆前缘和尾翼的前沿 因为记忆前缘结冰 尾翼前缘结冰 对整个生理系统破坏 非常厉害 这样飞机就可能会失速 可能会失去控制 这是安全最关键的所在 一旦出现这些问题 意想不到的危险状况就会发生 而结冰是非的意义 就是在这种少见的气象条件下 检验飞机的安全性能 如果符合要求 则证明飞机能够在极恶劣天气下安全飞行 飞机接兵之后 因为不可预测性有它的 你接成什么样的兵呢 在哪个地方接 接多厚啊 包括这个兵运会不会陀落 陀落之后会打到哪个地方 飞机哪个地方 飞机会不会受损呢 另外你接完这个兵之后 飞机的特性整个是变差的 能够允许你飞行员操纵的 这个速度范围非常小 这样的话就是飞行员的操纵难度非常大 而且带着兵再去飞时速去 那个风险就会更大 但是你为了保 为了证实这架飞机在这种情况是安全的 那你必须飞去 我们就是要证明它 在这种带上兵的情况下 飞机也是没问题的 是可控的 最终在它和战友们的努力下 自然结兵试飞成功了 并且远远超过了世界公认的要求 这也为我国国产运输机试航试飞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同时也证明了 我国产运输机优越的性能 能够确保全天候飞行 在安全性 可靠性 驾驶品质等方面 达到了当代世界先进水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现代战机的性能越来越完善 但对于试飞员个人的要求 却丝毫没有降低 在众多的职业里 很难有一种职业像试飞一样 需要英雄情怀 也很难有一种职业像试飞一样 要求如此极端的大无畏精神 和严谨的科学态度 作为飞机飞上蓝天最重要的把关者 试飞英雄们在一次次的险象还生中 诠释着坚毅和果敢 用汗水甚至生命换来了航空技术的一次次突破 2013年8月12号 印度第一艘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下水 使印度成为世界上少数能自行舰到航母的国家之一 那么作为亚洲最早拥有航母 以及航母数量最多的国家 印度为什么还要顾余余力地发展国产航母 他们的第一艘国产航母战力又如何 军事科技为您解析印度航母的发展之路 敬请关注 好了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统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